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 佛经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出佛生贤 说佛在世的时候 如果让佛陀出一滴血 这个就是逆罪 无尽第一的罪 让佛滴一滴血 那么我们现在佛不在世 我们就用佛像 今天用恶心毁坏佛像 等同出佛生贤 所以这个处理佛像 你要好好的处理 处理经典毁坏的经典 你要好好的处理 很多人很不好的习惯 这佛像坏了救了台风 一大堆通通寄到文书讲堂来 经典坏了不念了 他去请新的那些自己 写的种种的字 像鬼画符一样 还贴了胶带 台风的水浸泡到了 要烂又不烂 佛像要烂不烂 通通给你寄到文书讲堂来 是什么 怎么可以这样子自私自利的 你不要的东西寄到讲堂来 你有罪 我叫你好好的处理就好 佛像 不可以随便火化 除非你坏到实证是很严重了 恭敬心火化 这是不得已的 佛像的处理 还有经典的处理 这是佛像是我们意志的圣人 为何我们对佛像敢不恭敬呢 我们对经典 就是我们解脱生死的法宝啊 怎么可以对经典不恭敬呢 知道吧 好 那我们怎么处理佛像跟经典呢 主位 从古大德 有两种处理方法 还有一种不得已的处理方法 第一个 你要处理这个佛像 毁坏的佛像 还有经典 第一个 就到山上 要到很遥远的山上 山上没有人到的地方 把它挖一个洞 挖一个洞 就是你把它打包装箱 挖一个洞 就是人家不可以踏到的地方 踏到的地方 佛像 毁坏的佛像 经典 毁坏到不能看了 把它装箱 拿到山上 埋起来 有的人讲说 我被丢到山上 我家只有十几坪 你叫我放哪边啊 如果你家有四河宴 或者比较宽的地方 打包起来 暂时放着 等阴眼 放着等阴眼 不可以随便丢弃 毁坏 像垃圾车来 你就是跟着垃圾车丢 这个有罪的 不行的 再来 第二点 处理的方式 处理的方式 就是说 也是一样 打包装箱 毁坏的很严重 没有办法看 没有办法拜的佛像 经典 第二点 第二点怎么处理呢 把它打包 打包以后 请个这个船 到海边 请一只准 记得那个包 包包 包包 要扩上重的石头 扩上重的石头 很重的石头 不能让它浮上来 扩上重的石头 绑上很重的石头 到河的中间 虔诚心的念佛 我们的心 这样是说 怕人家踏到 或者怕人家到 不恭敬 我们是用最恭敬的心 怕人家毁坏 佛法 佛像 还有这个经典 到河的中间 恭敬心念佛 推下去 让它沉下去 距古以来 都是这样处理的 至古以来 都是这样处理的 那么有的人 就像不得已的 处理的方式 就是说 佛像不小心 毁掉 烧掉一半了 小朋友乱玩烛火 结果把他家的佛像 烧掉一半了 或者是心黑了 或者是经典了 实在是破烂不堪了 我们有没有山上 也没有去海 那就是很不得已的处理 那就是非常恭敬心的 用一个盆子 用一个盆子 把它火化 这是制成恭敬心的火化 这是很不得已的处理 最好不要这样处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